這個影響力 我覺得是今時今日在香港的環境 是很值得去保留 雖然我覺得風波是一個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是自己有發聲的平台 但是我覺得森哥做主持會比較好 就是我們都會聽一些不同的意見 這個才是重要的 因為現在那個風氣就是 可能KOL的風氣就是 我很想說一些聽眾想我說的話 他們本身的思想上已經有個想法 我就加強想法 大家刻意做到同聲同氣效果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風波 或者森哥主持的風格 我覺得會比較好 就是我們是要給你一些事實聽 而不是刻意討好 我覺得這個做法 其實對於一個今時今日 真相被染沒的香港 其實我們堅持說一些對的事實的事 是很重要的 否則我們只是說一些 你們想我們說的事 或者你們想聽的事 其實對於自己那個 你不需要聽我們說 你可以聽一些KOL節目 八成是說粗口罵林鄭的 都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風波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有不要經常刻意覺得我們 經常都罵你 又說你收拜登錢又行 我覺得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要去處理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欣賞同路人 其實應該看回別人的初心是怎樣 別人的初心不是去害你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回 其實原來他的說法 或者我的想法 可能是一些策略上的不同 而這些策略上的不同 究竟會不會影響我對這個人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影響 因為在一個極權的底下 其實大家做什麼 可能最後出來都是錯的 最後都可能引申一個更加差的後果 但問題就是 無論那個同路人做得多錯都好 我們在今時今日 我們都會看出大家的初心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一個合理的平台去評論大家 但至於一些幸災樂禍的言語 我覺得在今時今日就不必要 這個都很重要 那…